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有物虚己卯丙隐 这是一个难民 他在问他是否适合创业 是否适合创业 我们先来看 他的一个天干 甲木生丙火生戌土 然后生了心经 在这一种情况下 其实他的天干来讲的话 倒还算不错 倒还算不错 但是我们来看他的地质 他的地质一个毛续合 引木生吾火克酉金 所以他这一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天干的心经在 可是地质的酉金受伤 他的八字 我们都知道他八字无财 八字无财以食伤当作财运 八字无财 八字无财以食伤当财 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到 他的地质的食伤又受伤 所以说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会以地质为主 我们以地质为主 所以在这一种状况 我们反而不会建议他去创业 会创业会死的难看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官运其实算不错的 他的一个官运算不错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他就好好的去工作职场打拼 说不定他可以做一个中阶高阶的一个主管 这样子绝对比他自己出外打拼 结果他自己要单这一间公司的 所有的营运 然后结果 说不定还比他在当一间公司里面的主管 还要累 赚的钱不一定比较多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他的官运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很多人往往都不知道 他自己八字的一个属性 每一个人都想要怎样 自己当老板 自己当老板 然后自己有一天会财务自由 可是这一种人其实不多 更多的是 他不知道他八字的特色 然后他去走一个刚好相反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会做得很痛苦 而且成效不高 这个八字他就现在面临到这一个 有的人都会建议他 该去 为什么该去 你看这个都是活生徒 徒 徒 对不对 你这个算是生强的 然后你看又 迎 迎五序三合火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字是强的 强的 你现在你看 强的八字要走官 可以认官 所以说他现在又走官 去去去去 一定都是这样子 去去去去 结果我后面忘记加一个字 叫做死 就是去死 所以这一种八字 很多人就时常会犯这种毛病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八字的特点是以官为主 以官为主 那就尽量找官 就说再去考公务员 从事一般的工作职场 然后不断不断的升迁 各位 我有碰过客人 他是在公司里面 他当一个经理 他那个收入也是年收都是两三百万以上的 不输一个做生意的 他不输一个做生意的 他只要是走到适合属于他的一个八字 他的成就都会不错 所以各位要去清楚了解自己的一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属性是在哪一边 不要走到一个跟你的八字完全相反的路 没有成功算小事 落到一屁股在 那是 真的是制造的 真的是制造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